沙漠 一摺一摺称 按著這次超大電的游發梯上的留住 的名字家長真是帶著手機 奪法自己報告的基地 這次位於冠田 潘路比的大象游發梯 有20樓滑館 來到5.5公尺 在這座鄧島平時有十七公俠 這也讓一座小朋友玩過之後是繼續玩 剛才也能想起之後適合適合的面子 來 胡緯 走吊橋以外 現在又多了一個磨石子流滑梯 大家可以回想到兒童時期的樂趣 那我們這座流滑梯有高有低 高的部分有5.5米 大概有兩層樓高度的流滑梯 這磨石子流滑梯也為葫蘆皮帶來一個新的氣象 新的吸引力 讓葫蘆皮自然公園成為一個親子遊樂的好地方 以前六日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小朋友要來玩 那自從有了這個大象流滑梯跟這個景觀之後 那六日都變成人很多 非常好這樣子 之前都會到那個 就是這邊看水鳥 那覺得風景不錯 遛小孩 地方也蠻大的 以前的小孩都是在用小桌子的流滑梯 感覺不錯 所以可以特別以前小孩的地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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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覺得怎麼樣 流滑梯 好 流滑梯 好 流滑梯 我不要亂 浩漠皮古早是叫做 汶拉蟾皮 是兼琼35年開五行間 因為外行親像浩漠 後來改名叫作 浩漠皮 在這裡也有一塊 當年外婦所站的漢歡四金杯 說出來他的心碎 虎皮這邊分為南壁北壁 它原來壯式葫蘆 北皮南皮加起來就像一個葫蘆形狀 一起得名 當初在做葫蘆皮公園的時候 我們在北皮發現了一個試鏡杯 裡面就記載了當初葫蘆皮開發一些歷史 它就是它用魚蝦的產量來計算它的一個出金 所以這是非常富有紀念的一個灌溉的一個皮湯 那後來因為176的開發 把葫蘆皮剖成兩半 可是我們現在在北皮南皮 我們還是可以做一個活動的串聯 還有空間的連結 那在這邊的話除了一個風景以外 還有一個歷史 還有一個灌溉的一個發展 那讓葫蘆皮成為現在很好的一個親子旅遊的好環境 來到葫蘆皮 要不要走向林波橋吊橋 如果是沒注意的話 它會在林角山來看到被稱作林波仙子的林角橋 這是吊橋的合作林波橋的原因 兩岸 而是一切就自然而言